對 因為今天開始呢 可以說是這個秋天以來 第一波的東北季風 聽到東北季風就知道要變冷了 來報到了 所以接下來這三天 特別是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提醒大家注意 低溫會下灘到19度 怕冷的人可真的是像燕穎講的一樣 要把秋冬的衣服收尾 拿出來準備囉 你看看現在外面的氣溫 宜蘭看到的是22 台北23 新竹大概也是22 甚至一直往南走到嘉義都是22 那今天早上最低的溫度是落在淡水 淡水其實現在大概也只有20度多 20.7 所以其實今天早上各地 涼意很重 那甚至有些人覺得不是涼囉 是冷囉 提醒大家今天開始早出晚歸 要注意保暖之外 特別還是以北部 宜蘭地區的觀眾朋友 整天都會比較吃冷一定要注意 你來看看微星雨圖就知道了 其實從今天早上到現在呢 在東北季風增強的情況之下 水氣陸陸續續的進來 所以呢像我們早上來上班的時候 會發現台北市的地板 好像就是濕濕的 一陣一陣在飄雨的狀況 那今天看起來在東北部 雨勢會是出現比較局部比較大的一個狀況 那其他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包括了這個大台北地區 甚至一直到桃園 也都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出現 就是短暫陣雨的情形 所以提醒北部地區 跟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今天還是要記得帶雨去 不過當然這幾天最重要的天氣重點 還是落在氣溫了 剛剛提到是東北季風下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溫度趨勢的部分 今天北部地區的高溫是23度 在低溫的部分 今天晚上開始就會下灘到19度了 那事實上昨天在北部地區的高溫 還有個27 28度喔 今天只剩下23度了 所以跟昨天比起來 一差就差了 有5度了 提醒大家 昨天如果你覺得天氣還滿舒服的話 今天的部分就要注意溫度掉得滿快的 那明天高溫更低了 大概就22度 你看不過低溫的部分 一直都會維持在19度 就北部地區看起來 一直要到星期五星期六 甚至到週休假期的時候 高溫才會回到大概27度 有點像昨天這樣子的天氣形態 所以在未來特別是未來的三天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這三天真的是有冷的感覺 北部宜蘭的觀眾朋友一定要注意 再來中部地區其實在未來三天 溫度其實降得也滿明顯的 就低溫的部分 星期三 星期四已經剩下21度了 高溫大概是26度 也就是比昨天北部 白天的溫度還要再低一些 中部的觀眾朋友也要注意 溫度開始掉了 那當然中部地區的溫差 好像感覺是有的 所以提醒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也要注意溫差 再來南部呢 南部會不會也變冷呢 當時不至於冷啦 但是在星期四的這一天 你可以看到南部的高溫是28度 相對來講也偏涼一些些了 不過你看南部地區如果白天還是有30度 那早上大概23 24度 這溫差就有6度以上 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也要注意溫差 總之提醒大家在未來的這三天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看起來會有今年這個入秋 最明顯的一個秋天的感覺了 其實全台各地的觀眾朋友都要注意溫度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這個是地面天氣圖了 你可以看到從北方下來的系統 等壓線非常的密集 所以在風的部分其實也很大 所以這樣就提醒大家 因為東北季風真的強 所以沿海空曠地區大概都會有8到10級 長正風一定要注意這個風勢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了 哎唷 不會吧 北方的這個系統都下來了 竟然出現了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目前看起來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距離台灣大概是2800公里 所以距離是遠的 而且它是往西看起來 往菲律賓的機率是比較大 對於台灣的影響看起來是小的啦 而且就算真的是要靠近的話 可能也會要到下個星期的這個1左右 才會有機會比較靠近一些些 所以後續這個熱帶 這個星期大家先不用擔心 還是要先看北方的東北季風的部分 好 今天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很重要 還有降雨機率 一起來看看北部地區 提醒大家高溫只剩下23到24度了 降雨的情況激隆70% 台北60 桃園50 就是一定要帶雨季囉 再來是中部地區不會下雨 高溫的部分還是有27到29度 還是要注意早晚偏涼 特別你看雲林的溫差真的滿大的 再來是南部 南部還是有30度的高溫 降雨的情況也都很少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溫差 東半部地區來講 花蓮跟台東有短暫震雨 一點點飄雨的狀況 比起在東部的一封面 但是宜蘭的降雨機率是90% 高溫23度 又濕又涼甚至有人感覺是冷的 馬祖外島的部分19到21度 是已經偏寒冷了 再來是金門20到23度 澎湖相對來的好一點點24到25度 但是請注意外島三個地方風都很大 吹起來還是很涼的 最後我們要來看看的是空氣品質的部分 最近大家很關心 因為畢竟進入11月之後 大部分的空氣品質就開始變差了 那今天在這個背風面 東北風的背風面的中部 雲渣南PM2.5是中等級 高頻更差了 甚至已經到紅色的這個高等級了 所以顧名的觀眾朋友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或許你看跟北部濕濕涼涼的天氣 比起來說我還有陽光 但是有陽光的情況底下 相對來講空氣就不好了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最後天氣不可不知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來講提醒的就是要開始降溫了 北部宜蘭連三天的時間 低溫都是下灘到19度的 而且是屬於濕冷的天氣形態 濕涼 有人說涼 像我比較不怕冷 我覺得涼 怕冷一點關於什麼就覺得濕冷了 所以提醒大家 這幾天真的是要注意保暖 還有再次提醒大家風的部分 這個風一方面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吹起來會有風寒的感覺 特別是沿海空曠地區 8到10幾強震風是明顯的 防風之外更要注意安全 那這幾天如果有這個海面 這個海邊的活動 更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 好啦 終於快要有這個秋冬的感覺了 很明顯了 東北季風暴到了 這個星期的天氣重點就是注意保暖 希望大家不要感冒囉 更多重要的新聞 持續鎖定中天頻道